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害怕我那边他们找你妈吧 要不然的话 你那么好的一个朋友 我怎么可能不想跟你 不想跟你一起 一起 就是有什么困难 一起分担呀 我也想呀 但是你知道吗 我那边的人是很无奈的 那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之前都跟你讲过了 今天也跟你讲过了 所以说 所以说安哥 你可以回家了 我希望你以后 以后能 就是快快乐乐 我现在我觉得 我现在这样子 真的影响到你 可能 你在我身边的话 没有什么快乐过 但是我在你身边的话 但是我在你身边的话 我也快乐过 我也快乐过 我从小到 我没有什么这样子快乐过 但是跟了你之后就不一样 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都是你帮助了我 我不开心的时候 你在哄我 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你就哄我 安哥 真的我谢谢你 你对我那么好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以后 我希望你以后 能快快乐乐 我觉得 我们两个 每天都在一起 都在一起 的话 我害怕 我那边 包括我后妈 包括我 包括我那些未婚夫 他们会找你麻烦的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想拖来 你知道吗 其实我真的 我跟你一起的时候 我真的很快乐 我很开心 但是 你知道吗 我不想拖累你了 安哥 安哥 我跟你说过 我不害怕拖累 我不害怕拖累 我不害怕你拖累我 我就害怕 你拖累我 你现在像这样 赶我走 你知道吗 我想着 能跟你在一起的话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都想跟你一起面对 一起去解决困难 但是你这样子 赶我走的话 你知道我 心有多么的不好吗 我心真的很不好 你这样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四起 现在还有回转了余地 现在也还没有结婚 只是他们家一直在这 不想失去我这个朋友 还有 不想嫁给这个人的话 你就出来 然后我们两个好好的闪念一下 就像直播间 这里各个姐姐们 我现在开始直播 我无聊 我就坐在车上 所以我就开始直播在直播间 里面跟叔叔阿姨他们聊天 要是 反正你要是不想 让我担心你 不想让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你要是真的不想嫁给他 不想失去我这个朋友的话 你就出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 好好的商量一下 该怎么解决 就怎么解决 事情现在还 还有回转的余地 知道吗阿姆默 我知道阿哥 你对我特别特别好 但是阿姨哥 我不想让我 我后面说的是 如果我不嫁给他的话 那边我问回符又把房子卖了 卖了之后给我问回符给钱 我后面 我后面已经这样跟我说的话 那我 以后我弟弟妹妹他们去哪里住呀 还有 再怎么样 我后面 房子也卖了 也不可能 可能我问回符会同意 让我 把这个回符取消了 不可能的 阿姆默 那现在 啊现在我就问你一句话 就问你一句话 你说我问你啊 你想不想嫁给这个人 你要实话 说实话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从今天开始的话 我觉得 我适合 我适合跟他一起 因为 我这个人 不适合 就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吗 安哥 怎么会 每个人都有权利 去拥有自己喜欢的人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所以说你就不适合 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了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那个 嫁给那个人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这边 我现在就想到一个办法了 有什么办法 我就问你一句话 我就等你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嫁给这个人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 去 跟我一起在一起吗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也知道 哪个人想嫁给一个 自己不喜欢的人吗 那你现在有 自己喜欢的人了吗 有啊 有是不是 我有我自己喜欢的人了呀 只是我不喜欢 我不是喜欢 那个四十多岁的人 我有我喜欢的人了呀 好 那你不喜欢四十多岁的人 有自己喜欢的人了是吧 嗯 好 那我就我得的就是你这句话 我又不是说的是你呀 嗯 我不管说的是不是我 我不管你说的 你喜欢的人这个人是不是我啊 但是 你说你不喜欢嫁给这个人 做出这句话 做出这句话啊 我先挂电话了 我等一下给你打 等一下我给你打的时候 你一定要接啊 这是我的恐怖疑 这是我的恐怖疑 这么多有支持是不是 好 咱们对不对 就像你们所说的 就像家人们所说的 要大胆一点 勇敢一点对不对 对你们说的对 必须要大胆 必须要勇敢 自己不给自己坚强 自己都不勇敢一点 不大胆一点的话 没有谁会替你去勇敢 没有谁会替你去大胆 对不对 所以家人们 我现在做好决定了